但以礼书第一章 犹大王约亚靖在位第三年 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来到耶路撒冷把城围困 主把犹大王约亚靖和神殿中的一部分器物交在尼布贾尼撒手里 他就把这些器物带到士拿地的神庙那里 存放在庙中的宝库里 王吩咐他的太监长亚斯皮纳说 你要从以色列人中把一些王室的后裔和贵族带进来 这些年轻人必须没有残疾、英俊、族智多才 有高度学习能力、明察事理 而且他们必须有能力可以在王宫里工作 你要叫他们学习迦勒底的文学和语言 王指定每日给他们一份御用的佳肴美酒 又教养他们三年 骑满以后他们就势力在王面前 他们中间有犹大人但以利、哈纳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 太监长给他们起了新的名字 称但以利为伯提撒萨 哈纳尼亚为沙德拉 米沙利为米沙 亚撒利亚为亚伯尼哥 但以利决心不让御用的佳肴美酒玷污自己 所以求太监长帮助他 使他不用玷污自己 于是神使但以利在太监长面前得着恩惠和同情 只是太监长对但以利说 我惧怕我主我王 他已指定了你们应用的饮食 如果他见到你们的面色 比你们同岁的年轻人憔悴难看 你们就使我的头在王面前保不住了 后来但以利对太监长分派看管 但以利、哈纳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的人说 请你试试仆人十天 容我们只吃素菜、喝清水 然后请你观察我们的容貌 和那些享用王的佳肴的年轻人的容貌 就照着你观察的结果 待你的仆人吧 看管他们的人就允准他们的这个要求 试试他们十天 过了十天 见他们的容貌比所有享用王的佳肴的年轻人 更加俊美健壮 看管他们的人就撤去指定给他们享用的佳肴美酒 让他们吃素菜 这四个年轻人在各种文字和学问上 神都赐他们知识和聪明 但以利并且能明白一切意象和异梦 到了王吩咐带所有年轻人进宫的日子 太监长就领他们到尼布贾尼撒王面前 王和他们谈话 发现他们所有的人中 没有一个比得上但以利 哈拿尼亚 米沙利亚的 他们四人就势力在王面前 王拷问他们一切智慧和聪明的事 就发现他们比全国所有的术士和用法术的更胜十倍 直到古列王元年 但以利还在 但以利书第二章 尼布贾尼撒在位第二年 他做了梦 因此心里烦乱 不能入睡 于是王吩咐人把术士用法术的 行邪术的和迦勒底人都召来 要他们把王的梦告诉王 他们来了 站在王面前 王对他们说 我做了一个梦 心里烦乱 我要知道这是什么梦 迦勒底人用亚兰话对王说 愿王万岁 请把那梦告诉仆人 我们好解释梦的意思 王回答迦勒底人说 我已经定旨 如果你们不把那梦和梦的意思向我说明 就必被碎尸万段 你们的家必成为废墟 如果你们能把那梦和梦的意思向我解释 就必从我这里得礼物 奖赏和大尊荣 所以你们要把梦和梦的意思向我解释 他们第二次回答王说 请王把梦告诉仆人 我们好解释梦的意思 王回答说 我清楚知道你们企图拖延时间 因为你们看出我已经定旨 如果你们不把那梦向我说明 只有一个办法对付你们 你们串通在我面前胡言乱语 希望时事有所改变 你们现在要把梦告诉我 好使我知道 你们真能把梦的意思向我解释 迦勒底人在王面前回答说 世上没有人能把王所问的事说出来 因为从来没有一个伟大和有权势的君王 向术士用法术的和迦勒底人询问过这样的事 王所问的事很难答 除了那不和世人同住的神明以外 没有人能在王面前把这事说出来 因此王大发烈怒 下令杀绝巴比伦所有的智慧人 于是王的御址发出 要把智慧人都杀死 人就寻找但以理和他的同伴 要杀死他们 那时王的护卫长雅略出来 要杀死巴比伦的智慧人 但以理就婉转机敏地向他询问 但以理对王的护卫长雅略说 王的命令为什么这样严厉呢 雅略就把这事告诉但以理 但以理就进去求王宽限 使他可以把那梦的意思为王解释 但以理回到自己的家里 把这事告诉他的同伴哈拿尼亚 米撒利和亚撒利亚 要他们为这隐秘的事 祈求天上的神怜悯 免得但以理和他的同伴 与巴比伦其余的智慧人一同灭亡 于是这隐秘的事 在夜间的异象中给但以理显明了 但以理就称颂天上的神 但以理说 愿神的名得称颂 从永远直到永远 因为智慧和能力都是属他的 他改变时间 季节 他废王 立王 他赐智慧给智慧人 赐知识给聪明人 他显明深奥和隐秘的事 他洞悉暗中的一切 因为光明与他同住 我列祖的神啊 我感谢你 赞美你 你把智慧和能力赐了给我 我们向你所求的 现在你已向我显明 把王的事告诉了我们 于是但以理进去见雅略 就是王委派去杀绝巴比伦的智慧人的 对他这样说 不要杀绝巴比伦的智慧人 请把我带到王面前 我要把梦的意思向王解释 雅略就急忙把但以理带到王面前 对王这样说 我在贝鲁的犹大人中 找到一个能把梦的意思向王说明的人 王问称为伯提沙萨的但以理说 你能向我说明我所见的梦和梦的意思吗 但以理在王面前回答说 王所问的那隐秘的事 没有智慧人 用法术的术士和占星家能向王解释 只有一位在天上的神 能把一切隐秘的事显明 他已经把日后将要发生的事 告诉你 你不贾尼撒王了 你的梦和你躺在床上时 脑海中出现的异象就是这样 王啊 你躺在床上时想到日后将要发生的事 那显明隐秘事的神 就把将要发生的事向你说明了 现在这隐秘的事向我显明 并不是因为我的智慧胜过所有的人 而是要使王知道梦的意思 和你心想明白的事 王啊 你正在观看 看见有一座大象 那象甚高 非常光耀 树立在你面前 样貌十分可怕 这象的头是纯金的 胸膛和手臂是银的 腹和腰是铜的 腿是铁的 脚是铁和泥混杂的 你正观看的时候 有一块非人手凿成的石头 挤在那座大象铁和泥混杂的脚上 把脚砸碎了 于是铁 泥 铜 银 金 都一同砸得粉碎 好像夏天河场上的康批 被风吹散 无处可循 那打碎这项的石头 却变成一座大山 充满全地 这就是纳梦 现在我们要在王面前 讲解纳梦的意思 王啊 你是万王之王 天上的神已经把国度 权柄 能力和尊荣都赐给你 也把散居在各处的世人 田野的走兽 和空中的飞鸟 都交在你手里 使你管理这一切 你就是那金头 在你以后 另一国将兴起 不及于你 后有第三国 就是那铜的 要统治全地 还有第四国 坚强如铁 因为铁能砸碎 急破万物 铁怎样压碎一切 纳梦也要照样砸碎一切 正如你看见 那像的脚和脚趾 是摇降的泥和铁混杂的 纳梦也必分裂 正如你看见 铁和陶泥混合在一起 纳梦也必有铁的坚硬 那些脚趾 是铁和泥混杂的 纳梦也必是部分坚强 部分脆弱 你怎样看见铁和陶泥 混合在一起 那国的人 也必和列国的人 通婚混杂 却不能彼此联合 正如铁和泥 不能混杂一样 那些王在位的时候 天上的神 必兴起 另一个永不灭亡的国 国权必不归给别族的人 这国必砸碎 毁灭其他各国 并且这国必存到永远 正如你看见那块从山而出 非人手凿成的石头 把铁 铛 泥 银 和金都砸碎了 伟大的神 已把日后必有的结局 都告诉王了 这梦是确实的 梦的意思 也是准确的 尼布贾尼撒王 俯伏在地 向但以理下拜 又下令向但以理 献上贡物和香品 王对但以理说 你们的神 真是万神之神 万王之王 又是显明隐秘式的 因为你能把这隐秘的事 显明出来 于是王提升但以理 赐他许多贵重的礼物 使他管理巴比伦全省 又立他为总长 管理巴比伦所有的智慧人 但以理求王 王就委派沙德拉 弥撒 亚伯尼哥 管理巴比伦省的政务 但以理却在朝中势力 但以理书第三章 尼布贾尼撒王 造了一座金像 高27公尺 宽3公尺 树立在巴比伦省的 杜拉平原上 尼布贾尼撒王 派人召集总督 总监 省长 参谋 财政大臣 法官 裁判官 和各省所有的官员 要他们参加 尼布贾尼撒王 为所立的像 举行的揭幕典礼 于是总督 总监 省长 参谋 财政大臣 法官 裁判官 和省内所有其他的官员 都聚集起来 参加尼布贾尼撒王 为所立的像 举行的揭幕典礼 他们都站在 尼布贾尼撒 所立的像前 那时传令官 大声呼叫说 各国 各族 说各种语言的人 这是传给你们的命令 你们一听见 脚 笛 琵琶 弦琴 竖琴 风笛 和各种乐器的声音 就要俯伏 像尼布贾尼撒王 所立的金像下拜 凡不俯伏下拜的 就必立刻 扔在烈火的窑中 因此各国各族 和说各种语言的人 一听见脚 笛 琵琶 弦琴 竖琴 和各种乐器的声音 就都俯伏 向尼布贾尼撒王 所立的金像下拜 那时有几个迦勒底人前来 污蔑 控告犹大人 他们对尼布贾尼撒王说 愿王万岁 王啊 你曾下令 凡听见脚 笛 琵琶 弦琴 竖琴 风笛 和各种乐器 声音的人 都要俯伏 向金像下拜 凡不俯伏下拜的 就必被扔在烈火的窑中 但有几个犹大人 就是王所派管理 巴比伦省政务的 沙德拉 米撒 和亚伯尼哥 王啊 这些人 不理会你的命令 不侍奉你的神 也不向你所立的金像下拜 当时 尼布贾尼撒 勃然大怒 吩咐人 把沙德拉 米撒 和亚伯尼哥带来 他们就被带到王面前 尼布贾尼撒 问他们说 沙德拉 米撒 亚伯尼哥啊 你们真的不侍奉我的神 也不向我所立的金像下拜吗 现在 如果你们想清楚 一听见脚 笛 琵 琴 琴 竖琴 风笛 和各种乐器的声音 就俯伏 向我所做的向下拜 那还可以 如果你们不下拜 就必立刻扔在烈火的窑中 哪里有神 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呢 沙德拉 米撒 亚伯尼哥 回答王说 尼布贾尼撒 这件事我们无需回答你 如果我们被扔在火窑里 我们所侍奉的神 必能拯救我们 王啊 他必拯救我们脱离烈火的窑和你的手 即或不然 王啊 你要知道 我们绝不依奉你的神 也不向你所立的金像下拜 当时 尼布贾尼撒 向沙德拉 米撒 和亚伯尼哥 大发烈怒 连脸色也变了 吩咐人 把窑烧热 比平常猛烈七倍 又吩咐他军队中几个最精壮的士兵 把沙德拉 米撒和亚伯尼哥 绑起来 扔在烈火的窑中 于是这三个人 穿着外袍 长裤 头巾 和身上其他的衣服 被绑起来 扔在烈火的窑中 由于王的命令紧急 窑又烧得非常猛烈 那些把沙德拉 米撒和亚伯尼哥 抬起来的人 都被火焰烧死了 而沙德拉 米撒和亚伯尼哥 这三个人仍被绑着 落入烈火的窑中 那时尼布贾尼撒王非常惊奇 急忙起来 问他的谋臣说 我们绑起来 扔在火里的 不是三个人吗 他们回答王说 王啊 是的 王说 但我竟有四个人 并没有绑着 在火中走来走去 也没有受伤 并且那第四个的样貌 好像绳子 于是尼布贾尼撒走进烈火的窑口 说 至高神的仆人 沙德拉 米撒和亚伯尼哥 你们出来 到这里来吧 沙德拉 米撒和亚伯尼哥 就从火中出来 那些总督 总监 省长和王的谋臣 都聚拢来 看着三个人 见火 无力伤他们的身体 他们的头发 没有烧焦 衣服 没有烧坏 身上也没有火烧的气味 尼布贾尼撒说 沙德拉 米撒 亚伯尼哥的神 是应当称颂的 他差遣使者 拯救那些 倚靠他的仆人 他们违抗王的命令 宁愿舍命 除了自己的神以外 不肯侍奉 敬拜任何其他的神 我现在下令 无论各国 各族 说各种语言的人 凡说话得罪 沙德拉 米撒 亚伯尼哥的神的 必被碎尸万段 他的家 也必成为废墟 因为没有别的神 能这样施行拯救 于是王在巴比伦省 提升了沙德拉 米撒 和亚伯尼哥 但以礼书第四章 尼布贾尼撒王 向住在全地的各国 各族和说各种语言的人 宣告说 愿你们大享平安 我乐意把至高的神 向我所行的神迹启示 宣扬出来 他的神迹多么伟大 他的启示多么有力 他的国是永远的国 他的统治直到万代 我尼布贾尼撒 安逸地住在家中 在宫里享受荣华富贵 我做了一个梦 这梦使我惧怕 我在床上所见的梦幻 和我脑海中出现的异象 都使我惊慌 我就下令把巴比伦 所有的智慧人 都带到我面前来 要他们把梦的意思 向我说明 于是 术士用法术的 迦勒底人和占星家都进来 我当面把那梦告诉了他们 可是 他们却不能把梦的意思 向我说明 最后 那照着我神的名 称为伯提沙萨的 但以理 来到我面前 他里面有圣神的灵 我就把梦告诉他 术士的领袖 伯提沙萨 因为我知道 你里面有圣神的灵 没有什么隐秘的事 能难倒你 因此 你要把我梦中 所见的意象 和梦的意思告诉我 我躺在床上时 脑海中 所见的意象 是这样 我看见大地中间 有一棵树 十分高大 那树 见长 而且坚强 高达于天 地极 所有的人 都看得到 它的叶子美丽 果实繁多 所有的生物 都从它 得到食物 野地的走兽 在它下面歇息 空中的飞鸟 起诉在它的枝头上 各种生物 都从它 得着供养 我躺在床上 在我脑海 出现的意象中 我看见 有一位守望者 就是圣者 从天上下来 大声呼叫 这样说 你们要砍下这树 削断枝子 摇落叶子 打散果子 把树下的走兽 赶散 把树枝上的飞鸟赶走 然而 树根的鱼干 却要留在地上 用铁和铜的链子围住 留在野地的青草中 使它被天鹿低失 使它像走兽一样 在地上的草丛中 得它的份 使它的心改变 不再是人的心 给它一个兽心 使它经过七年的拾起 这是守望者宣告的裁决 是圣者宣布的决定 好使世人都知道 至高者在世人的国中掌权 他喜欢把国赐给谁 就赐给谁 甚至立罪卑微的人 执掌国权 这就是我尼布贾尼撒王 所做的梦 波提沙撒 你要把这梦的意思告诉我 因为我国中所有的智慧人 都不能把梦的意思 向我说明 只有你能 因为你里面有圣神的灵 于是那称为 波提沙撒的 但一里惊恶片时 他想到的事 使他惊慌 王对他说 波提沙撒 别让这梦和梦的意思 使你惊慌 波提沙撒回答说 我主啊 愿这梦归给憎恨你的人 梦的意思归给你的敌人 你所见的树坚长 而且坚强高达于天 全地的人都看得到 它的叶子美丽 果实繁多 所有的生物都从它得到食物 野地的走兽 住在它下面 空中的飞鸟 漆在它的枝头上 王啊 你就是那树 越来越伟大坚强 你的威势坚长 高达于天 你的权柄直到地极 王既然看见一位守望者 就是圣者 从天上下来说 你们要砍下毁坏这树 树根的鱼干 却要留在地上 用铁和铜的链子围住 留在野地的青草中 使它被天路低失 使它的粪和野地的走兽一样 直到它经过那七年的时期 王啊 梦的意思就是这样 这临到我主我王的事 是至高者的裁决 你必被赶逐 离开人群 和野地的走兽同住 你必像牛一样吃草 被天路低失 要经过七年的时期 等到你承认 至高者在世人的国中掌权 他喜欢把国赐给谁 就赐给谁 守望着既然吩咐 要留下树根的鱼干 所以 等到你承认上天的至高者是掌权的 你的国就必再归给你 因此 王啊 请你接纳我的劝告 施行公义 断绝罪过 怜悯受欺压者 断绝罪孽 你的平安 或者可以延长 这一切事都在尼布贾尼撒王身上实现了 过了十二个月 王在巴比伦王宫的平顶上散步的时候 他说 这大巴比伦城 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造做我的京都 为嫌我威严的荣耀吗 这话在王的口中还没有说完 就有声音从天上传下来说 尼布贾尼撒王啊 你的王权被耻夺了 你必被赶逐 离开人群和野地的走兽同住 你必像牛一样吃草 要经过七年的时期 等到你承认至高者在世人的国中掌权 他喜欢把国赐给谁就赐给谁 这话立刻就应验在尼布贾尼撒身上 他被赶逐 离开人群 像牛一样吃草 身体被添露滴湿 直到他的头发长得像阴毛 指甲像鸟爪 七年的日子满了 我尼布贾尼撒 举目望天 我的理智恢复过来 我就称颂至高者 赞美尊崇活到永远的神 他的统治永无穷尽 他的国度直到万代 地上所有的居民 在他来说都是虚无 在天上的万军中 他凭自己的意志行事 在地上的居民中也是这样 没有人能拦住他的手 或问他说 你做什么 那时 我的理智恢复过来后 为着我国的光荣 我的威严和光辉 也都恢复过来了 我的谋臣和官员 仍来求见我 我的王权重新建立 我的权势越发增加 现在 我尼布贾尼撒赞美 尊崇荣耀天上的王 因为他所做的一切都正确 他所行的也都公平 行为骄傲的 他都能点滴 但以礼书第五章 伯沙撒王为他的一千大臣 大拜筵席 他和他们一同喝酒 伯沙撒喝酒欢畅的时候 下令把他先祖 尼布贾尼撒 从耶路撒冷圣殿里 掠取的金银器皿拿来 好让他和他的大臣 妻妾 妃嫔 用这些器皿来喝酒 于是人 把从耶路撒冷圣殿里 就是神的殿里 掠来的金银器皿拿来 王和他的大臣 妻妾 妃嫔 就用这些器皿来喝酒 他们喝酒 赞美那些用金银铜铁木石所做的神 当时忽然有人手的指头出现 在王宫里登台对面的粉墙上写字 王看见了那只正在写字的手掌 就脸色大变 心意金黄 两脚无力 双膝彼此相碰 王大声呼叫 吩咐人把那些用法术的和迦勒底人 以及战兴家都领进来 王对巴比伦的智慧人说 谁能读这文字 又能向我解释他的意思 他必身穿紫袍 紧戴金链 在国中掌权 位列第三 于是王所有的智慧人都进来 却不能读那文字 也不能把意思向王说明 博沙沙王就非常惊慌 脸色大变 他的大臣也都不知所措 太后英王和他的大臣所说的话 就进入宴会的大厅 对王说 愿王万岁 你的心意不要惊慌 也不要脸色大变 在你国中有一个人 他里面有圣神的灵 你先祖在世的日子 发现这人有着见 有聪明 有智慧 好像神的智慧一样 你先祖尼布贾尼撒王 就是王的先祖 曾立他为术士 用法术的 以及迦勒底人 和占星家的领袖 这都因为 在这但一里里面 有美好的灵性 有知识 有聪明 能解梦 是谜语 能解答难题 这人尼布贾尼撒王 曾给他起名叫 伯提沙萨 现在可以把 但一里召来 他必能解释 墙上文字的意思 于是 但一里被带到王面前 王问但一里说 你就是我先王 从犹大鲁来的 犹大人 但一里吗 我听说 你里面有神的灵 有拙见 有聪明 有高超的智慧 现在智慧人 和用法术的 都被带到我面前了 我要他们读这文字 把文字的意思向我说明 可是他们都不能解释 这文字的意思 我听说 你能解释异梦 也能解答难题 现在 你若能读这文字 把它的意思向我说明 就必身穿紫袍 紧带金链 在国中掌权 位列第三 但一里在王面前回答说 你的礼物可以归你自己 你的赏赐可以归给别人 我却要为王读这文字 也要把意思向王说明 王啊 至高的神 曾把国位 权势 光荣和威严 赐给你先祖 尼布贾尼撒 因神所赐给他的权势 各国各族 和说各种语言的人 都在他面前战惊恐惧 他要杀谁就杀谁 要谁活着 谁就可以活着 要提升谁就提升谁 要贬低谁就贬低谁 但他心高气傲 望自尊大的时候 就从国位上被赶下来 他的尊荣也被夺去 他被赶逐 离开人群 他的心变如兽心 他和野驴同住 像牛一样吃草 神体被添露低失 等到他承认 至高的神 在世人的国中掌权 他喜欢谁 就立谁执掌国权 博沙撒 你是他的子孙 你虽然知道这一切 你的心仍不谦卑 竟高抬自己 敌对天上的主 使人把他殿中的器皿 拿到你面前来 你和你的大臣 妻妾 妃嫔 用这些器皿喝酒 你又赞美那些 不能看见 不能听见 什么都不能知道 用金 银 铜 铁 木石 所做的神 却没有把荣耀 归给那手中 有你的气息 和那掌管你一切命途的神 因此 有手从神那里伸出来 写了这文字 所写的文字是 米尼 米尼 提克勒 乌法尔新 这文字的意思是这样 米尼就是 神已数算了你国度的年日 是国中旨 提克勒就是 你被蹭在天平上 显出你的缺陷 皮勒斯就是 你的国要分裂 归给马代人和波斯人 于是 博沙撒下令 人就把紫袍给 但以理穿上 把金链 带在他的井上 又宣告他在国中掌权 位列第三 当夜 迦勒底人的王 伯沙撒被杀 马代人 大利乌 夺取了迦勒底国 那时 他62岁 但以理书第六章 大利乌按自己的心意 立了120个总督 治理全国 他又在这些总督之上 设立三位监察司 但以理是其中之一 监管总督的工作 免得王受亏损 因为但以理 里面有美好的灵性 所以各方面都比其他的监察司 和总督优胜 王有意立他治理全国 于是这些监察司和总督 在但以理治国的事上 寻找把柄控告他 只是不能找到任何的把柄和过失 因为他忠心可靠 他们找不到他的任何错误和过失 那些人就说 如果我们要控告这但以理 就只有在他神的律法中 去找把柄 这些监察司和总督 就相约前来见王 对他说 愿大立乌王万岁 国中所有的监察司 总监 总督 谋臣和省长 一同商议 请王立一条法律 实施一条禁令 无论何人 在三十天内 王啊 除了像你以外 若向任何神 或任何人求什么 就必扔在狮子坑中 王啊 现在 求你立着禁令 签署这份文告 使禁令不能更改 按照马代和波斯的律法 这样的禁令 是不能废除的 于是大立乌王签署了这禁令文告 但以理知道这文告签署了以后 就上到自己家里楼顶上的房间 这房间的窗户朝向耶路撒冷开着 他一日三次双膝跪下 在他的神面前祷告称谢 像往日一样 那些人相约前来 看见但以理在他的神面前祈祷恳求 他们就来到王面前 提起王的禁令说 你岂不是签署了禁令 无论何人 在三十天内 王啊 除了像你以外 若向任何神 或任何人求什么 就必扔在狮子坑中 王回答说 确有此事 按照马代和波斯的律法 这样的禁令是不能废除的 于是他们对王说 王啊 在贝鲁的犹大人中的 但以理不理会你的命令 也不理会你签署的禁令 敬仍一日三次向他的神祈求 王听见了这话 就非常愁烦 他定义要搭救但以理 直到日落的时候 他还在设法营救但以理 那些人就相约前来见王 对他说 王啊 你该知道 根据马代和波斯的律法 王所立的禁令和法律 都是不能更改的 于是王下令 人就把但以理带来 扔在狮子坑中 王对但以理说 你常常侍奉的神 他必搭救你 有人搬了一块石头 放在坑口 王又盖上自己的印件 和众大臣的印件 石城办但以理的事 不得更改 王回到宫里 整夜没有吃东西 也不要任何娱乐解闷 并且睡不着觉 次日黎明 天一亮 王就起来 急忙到狮子坑那里去 他走进坑边的时候 就用哀痛的声音 呼叫但以理 对但以理说 用活神的仆人但以理啊 你常常侍奉的神 能搭救你脱离狮子吗 但以理对王说 愿王万岁 我的神拆遣了他的使者 封住狮子的口 使他们没有伤害我 因为我在神面前是清白的 王啊 在你面前 我也没有做过任何错事 王就非常高兴 吩咐人把但以理 从坑里拉上来 于是但以理 从坑里被拉上来 他身上一点损伤也没有 因为他信靠他的神 王下令 人就把那些 污蔑控告但以理的人 连同他们的妻子 和儿女都一起带来 扔在狮子坑中 他们还没有下到坑底 狮子就抓住他们 把他们所有的骨头都咬碎了 后来大力乌王写信 给住在全地的各国 各族 和说各种语言的人说 愿你们大享平安 现在我下令 我所统治的全国人民 都要在但以理的神面前 战惊恐惧 他是永活的神 他永远长存 他的国度永不灭亡 他的统治直到永远 他搭救人 拯救人 他在天上地下 施行神迹启示 他搭救了但以理脱离狮子的爪 于是这但以理在大力乌作王的时候 和在波斯人鼓掠作王的时候 世事亨通 但以理书第七章 巴比伦王勃沙撒第一年 但以理躺在床上时 他做了一个梦 脑海中出现了异象 他就把那梦记录下来 把事情的重点述说出来 但以理说 在夜间的异象中 我看见天的四风 搅动大海 有四只巨兽从海中上来 形状各不相同 第一只兽像狮子 却有鹰的翅膀 我一直在观看 看见它的翅膀被拔去 它从地上被举起来 两脚像人一样直立在地上 又有人的心给了它 我又看见另一只兽 就是第二只兽 它和熊相似 挺起一边的身躯 口中的牙齿 掀着三根肋骨 有人这样对它说 起来吃多量的肉吧 此后 我继续观看 看见另一只兽像豹 背上有鸟的四个翅膀 这兽有四个头 又有权柄给了它 后来 我在夜间的异象中继续观看 看见有第四只兽 非常恐怖 十分可怕 极其强壮 它有大铁牙 它吞吃咬碎 又把余胜地用脚践踏 这兽和前面的各兽都不相同 它有十个脚 我正在 就查这些脚的时候 看见脚的中间 长出另一个小脚来 在这小脚前面 有三个先前的脚连根被拔起来 这小脚有眼 像人的眼 又有一张说夸大话的嘴 我一直在观看 看见有些宝座安放好了 万古长存着就坐上去 它的衣服洁白如雪 它的头发纯净像羊毛 它的宝座是火焰 宝座的轮子是烈火 有火向河涌出 烈火从它面前冒出 侍奉它的有千千 势力在它面前的有万万 审判已经开始 案卷都展开了 那时 因那小脚说夸大话的声音 我继续观看 看见那兽被杀 尸体被毁 扔在烈火中 至于其余的三兽 他们的权柄都被夺去 他们的生命却得着延长 直到锁定的时候和日期 我在夜间的异象中继续观看 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 驾着天云而来 到万古长存者那里 被引领到它面前 得了权柄、尊荣和国度 各国、各族 和说各种语言的人都侍奉它 它的权柄是永远的权柄 是不能废去的 它的国度是永不毁灭的 至于我但以理 我的灵在我里面忧伤 我脑海中出现的异象 使我惊慌 于是我走进其中一位势力者 问他有关这一切事的实情 他就告诉我 使我知道这些事的意思 他说 这四只巨兽就是将要在世上 兴起的四个王 但至高者的圣民必要得国 拥有这国 直到永永远远 那时我想知道 有关第四只兽的实情 它和其他三兽不相同 十分恐怖 有铁牙、铜爪 它吞吱、咬碎 又把余生地用脚践踏 我又想知道 有关它头上的石脚 和那另长出来的小脚 以及那三个 在这小脚前面倒下的脚的实情 这小脚有眼 有说夸大话的嘴 他的形状比他的同类更威猛 我继续观看 看见这小脚和圣民征战 战胜了他们 直到万古长存者来到 为至高者的圣民伸张正义 圣民拥有国度的时候就到了 那位施力者这样说 那第四之兽 就是世上必有的第四国 和其他各国都不相同 他必吞吃全地 践踏咬碎全地 至于那十脚 就是从这国中将要兴起的十个王 在他们以后 必有另一个王兴起 和先前的王都不相同 他必制服三个王 他必说话抵挡制高者 他必折磨制高者的圣民 又想改变节旗和律法 圣民必交在他的手中 一载 二载 半载 但审判要开始 他的权柄必被夺去 他必被毁坏灭绝 直到永远 那时 国度权柄和普天之下万国的大权 都必赐给至高者的圣民 他的国是永远的国 所有掌权的都必侍奉他 顺从他 这事到此完毕 我但以理心中十分惊慌 脸色也变了 但我把这事存放在心里 但以理书第八章 伯萨萨王在位第三年 在先前先给我的意象之后 再有一个意象向我但以理显现 我在意象中观看 看见自己在以兰省 书山城堡里 我在意象中继续观看 看见自己在乌莱河的岸边 我举目观看 看见一只公民羊 站在河边 它有两个脚 两脚都很高 但高低不一 那较高的脚 是较尺长出来的 我看见那公民羊向西 向北 向南撞去 没有走兽能在他面前站立得住 也没有能拯救脱离他手的 他任意而行 狂妄自大 我正在思考的时候 忽然有一只公山羊 从西而来 走遍全地 快得脚不沾沉 这山羊 两眼之间有一个显眼的脚 他走到我先前所看见 站在河边 那有两个脚的公民羊那里去 愤怒地向公民羊猛力冲去 我看见公山羊走进公民羊 向他发怒 撞击他 折断他的两个脚 公民羊在他面前站立不住 他把公民羊撞倒在地上 又用脚践踏他 没有能拯救公民羊脱离他手的 这公山羊非常狂妄自大 但在他强盛的时候 那大脚被折断了 在大脚原来的地方 有四个显眼的脚 向天的四方长出来 从这四个脚中的一个脚 又长出一个小脚来 这小脚向南 向东 和向荣美之地 不断强大起来 他渐渐长大 高级天象 把一些天象和星星 摔落在地上 用脚践踏 他狂妄自大 要高级天象之君 他除掉献给天象之君的长线祭 又拆毁他的圣索 因罪过的缘故 圣民连同长线的祭都交给他 他把真理丢在地上 任意而行 凡事顺利 我听见一位圣者在说话 又有一位圣者问他 这个关于除掉长线的祭 和引致毁坏的罪过 以及践踏圣索的圣民的意象 要到几时呢 他对我说 要到二千三百个晚上和早晨 圣索才得解禁 我但一里看见了这异象以后 就想明白它的意义 忽然有一位外貌像人的 站在我面前 我又听见从乌来河两岸之间 有人的声音呼叫着说 加百列啊 您要使这人明白这异象 他就来到我所站的地方 他来到的时候 我就害怕 脸浮在地 他对我说 人子啊 你要明白 这异象是关于末后的时期的 他和我说话的时候 我沉睡了 脸浮在地 他抚摸我 使我两脚站起来 他说 看啊 我要告诉你 在神愤怒审判的后期 必要发生的事 因为这是有关那末后的定期的 你所看见那有两个脚的公棉羊 就是马代和波斯王 那多毛的公山羊就是希腊王 那两眼之间的大脚就是第一个王 至于代替了那折断了的脚 在他原来的地方长出来的四个脚 就是四个要从他的国中兴起的王国 只是没有他的权势 在这四国的后期 犯罪的人恶贯满盈的时候 必有一个面貌凶恶的王兴起 他诡计多端 他的权势强大 却不是出于自己的能力 他必造成惊人的毁灭 他任意而行 凡事顺利 他必毁灭有强力的 又毁灭圣民 他运用诡计 行骗无往而不利 他心里狂妄自大 他必趁人不备的时候 毁灭许多人 他要起来攻击万军之军 最后却非因人的手被毁灭 关于所说 二千三百个晚上和早晨的异象是真的 因你要把这异象封住 因为那是关于将来许多的年日的 我但以礼筋疲力竭 病了几天 后来我起来 办理王的事务 但我仍因这异象惊骇不已 不明白他的意思 但以礼书第九章 马代人 雅哈随鲁的儿子 大利乌贝利为王 统治迦勒底国的第一年 就是他做王的第一年 我但以礼从经书上留意到 耶和华临到耶利米先知的话 指出耶路撒冷荒废的年数 必满七十年 于是我转向主神 进食 披麻蒙灰 借祈祷和恳求 寻求他 我向耶和华 我的神祷告 认罪说 主啊 伟大可畏的神 你向那些爱你 遵守你诫命的人 守约施慈爱 我们犯了罪 行了不义 做了恶 背叛了你 偏离了你的诫命典章 没有听从你的仆人众先知 他们奉你的名 向我们的君王 领袖 列祖和国中所有的人民说话 主啊 你是公义的 我们满面羞愧 正如今日的光景 我们犹大人 耶路撒冷的居民 和被你赶足到远近各地的 以色列众人 都因对你不忠而满面羞愧 耶和华 我们和我们的君王 领袖 列祖都满面羞愧 因为我们得罪了你 虽然我们背叛了主我们的神 他仍是满有怜悯和饶恕 我们没有听从耶和华 我们神的话 没有遵行他借着他的仆人众先知 向我们颁布的律法 以色列众人都违背了你的律法 偏离了你 不听从你的话 因此 神的仆人 摩西的律法书上 所记载的咒诅和审判 都倾倒在我们身上 我们实在得罪了神 他实现了他的预言 按着他向我们和那些 治理我们的官长所说过的话 使大灾祸 使大灾祸 使大灾祸临到我们身上 这些事上都是公义的 我们却没有听从他的话 主我们的神啊 你曾用强而有力的手 把你的子民从埃及地领出来 使你自己得了名 好像今天一样 现在 我们犯了罪 做了恶 主啊 求你按着你的一切公义 使你的怒气和愤怒 转离你的城 耶路撒冷 就是你的圣山 因我们的罪 和我们列祖的罪孽的缘故 耶路撒冷和你的子民 成了在我们四位的人 羞辱的对象 现在 我们的神啊 求你垂听你仆人的祷告和恳求 主啊 为了你自己的缘故 使你的脸光照你这荒凉了的圣索 我的神啊 求你侧耳而听 睁眼垂顾我们的荒凉 和那称为你名下的城 因为我们向你恳求 并不是因着自己的义 而是因着你的大怜悯 主啊 求你垂听 主啊 求你赦免 主啊 求你应允而行 我的神啊 为了你自己的缘故 求你不要担言 因为你的城和你的子民 都是称为你名下的 我还在说话 祷告 承认我的罪 和我同胞 以色列人的罪 为我神的圣山 向耶和华 我的神 恳求的时候 我还在祷告说话的时候 我先前在异象中 所见的那位 样貌像人的加百列 约在现晚级的时候 快速地飞到我面前来 他向我解释说 但以理啊 现在我来 要使你有智慧 有聪明 你开始恳求的时候 就有命令发出 因为你是大蒙 倦爱的 所以我来告诉你 你要留意这信息 明白这意象 为你的同胞和你的圣城 已经定了七十个期 要结束过犯 终止罪恶 遮盖罪孽 引尽勇益 封住意象和预言 并且高莫至圣索 你要知道 也要明白 从发出命令 恢复和重建耶路撒冷 直到寿高军的时候 必有七个期 又有六十二个期 耶路撒冷 连广场和壕沟 都必重新建造起来 那是一段困苦的时期 六十二个期以后 受高者必被剪除 一无所有 那将要来的领袖的人民 必毁灭这城和圣索 结局必向洪水而来 必有征战直到末了 荒凉的事已经定了 一期之内 他必和许多人建立盟约 一期之半 他必使献祭和贡物终止 他必在殿里 设立那是地荒凉的可赠的像 直到指定的结局 倾倒在那造成荒凉的人身上 但以理书第十章 波斯王古列第三年 有一个信息 启示给那成为 伯提沙萨的但以理 这信息是真的 是关于一场大战争 但以理明白这信息 了解这意象 那时 我但以理悲伤了三个星期 美味的食物我没有吃 肉和酒没有入我的口 我也没有用高油抹身 整整三个星期 正月二十四日 我在底格里斯大河边的时候 我举目观看 看见有一个人身穿细麻衣 腰束无法纯金的戴 他的身像碧玉 面貌像闪电的样子 眼睛像火把 手臂和腿像擦亮的铜 那么闪耀 说话的声音 像群众喊叫的声音 独有我但以理 看见这意象 那些和我在一起的人 都没有看见 不过他们却大大惊慌 逃跑躲藏起来了 因此 只有我一人留下来 我看见了这大意象 就全身无力 脸色大变 一点力气都没有 我却仍听见 他说话的声音 我一听见 他说话的声音 就沉睡了 脸浮在地 忽然有一只手 按在我身上 使我用膝和手掌 勉强支持着 要站起来 他对我说 大蒙眷爱的但以理啊 你应当留意 我要对你说的话 你只管站起来 因为我现在奉差遣 到你这里来 他和我说这话的时候 我就战战兢兢地站起来 他又对我说 但以理啊 不要惧怕 因为自从你第一天 决心要明白这些事 又在你的神面前谦卑自己 你祷告的话 以蒙垂听了 我就是因你祷告的话而来的 但波斯国的护卫天使 拦阻我二十一天 后来有护卫天使长中的 一位米加勒来帮助我 我就留他在那里 和波斯众王在一起 现在我来 是要使你明白 日后所要发生 在你的同胞身上的事 因为这意象 是关于将来许多的年日的 他和我说这些话的时候 我就脸浮在地 默默无声 忽然有一位像人的 摸我的嘴唇 我就开口和那站在我面前的交谈 说 我主啊 因着这意象 我非常痛苦 毫无气力 我主的仆人 怎能和我主说话呢 我现在全身无力 没有气息 那位像人的在摸我 使我有力量 他说 大蒙倦爱的人啊 不要惧怕 愿你平安 你要大大刚强 他和我说话的时候 我就刚强起来 于是我说 我主请说 因为你刚强了我 他说 现在我要回去 和波斯的护卫天使作战 我一离去 希腊的护卫天使就要来 但你知道 我为什么到你这里来吗 我来是要把那 记录在真理书上的事告诉你 除了你们的护卫天使米迦勒之外 没有一个帮助我 和我一起抵挡他们 但以礼书第十一章 马代人大利物王第一年 我曾经起来帮助米迦勒 使他坚强 现在我要把真理告诉你 看啊 在波斯还有三个王要兴起 第四个王必非常富有 远超过所有的王 他因富足成为强盛以后 就必煽动众民攻击希腊国 后来必有一个英勇的王兴起 他必执掌大权任意而行 他兴起的时候 他的国就破裂 向天的四方分开 却不归给他的后代 国事也不及他掌权的时候 因为他的国必被拔出 归给他后代以外的人 南方的王必强盛 他的将领中必有一个 比他更强盛的 这人必掌权 他的权势很大 过了多年 南方王的女儿 必到北方王那里去修好 他们必互相结盟 但这女子的势力 必存留不住 王和他的势力也站立不住 他连同那些带他来的 那生他的和那帮助他的 都被交出处死 但这女子的本家 必另有一个儿子兴起 继承父位 他必来攻击北方王的军队 进入北方王的堡垒 攻打他们 而且得胜 他又把他们的神像 筑成的偶像 连同金银的宝器 都一起掳掠到了埃及去 此后数年之久 他不再去攻击北方王 后来北方王必侵入南方王的国土 然后撤退归回本国 北方王的众子必备战 召集大军 这大军前进如洪水泛滥 横扫南方王的国土 之后他又再去征战 直到南方王的堡垒 南方王必发大怒 出来和北方王交战 北方王必摆列大军 但这大军必交在南方王的手里 这大军被扫除以后 南方王就心高气傲 他虽然使千万人倒闭 他的胜利却不能持久 北方王必在招聚大军 比先前的更多 时机成熟的时候 他就率领装备好了的大军而来 那时必有许多人起来攻击南方王 并且你同胞中的强暴人 必挺身而起 要使那异象应验 但他们必失败 北方王必来 堆土竹垒 攻取兼固城 南方的军力必抵挡不住 甚至精锐的部队也无力抵抗 那来攻击南方王的 必任意而行 没有人能在他面前站立得住 他必站在那荣美之地 手握毁坏之权 他决意请全国的力量而来 但他先和南方王修好 把自己的女儿给南方王为妻 好毁灭南国 可是他的计划没有成功 他自己也得不到什么好处 后来他必转向沿海的岛屿 夺取了许多海岛 但有一个将领要制止他的交恨 并且使他的交恨归回他身上 于是他转向自己国中的堡垒 终于半叠扑倒不再存在了 那时 必有一个人兴起来代替他 这人要派一个恒征暴恋的人 为了亡国的荣华走遍全地 可是不多几日 这人就必被毁灭 不是因为愤怒 也不是因为战争 必另有一个卑鄙的人 兴起来代替他 虽然人未曾把亡国的尊荣给这人 这人却趁人不备的时候来到 用奉承的话夺得了亡国 必有无数的军兵 在他面前向洪水冲没 并且溃败 立约的军也必这样 他结盟以后 就必行诡诈 他虽然只有少数的国民 却渐渐强盛起来 他必趁人不备的时候 进入省内最富庶的地区 行他列祖和他列祖的祖先 所未曾行过的 他把掳掠之物和财物 分给自己的部署 又必设下计谋攻打堡垒 只是这都是战时的 他必竭尽己力 鼓起勇气 率领大军攻击南方王 南方王也必带领 极强大的军队奋起还击 却抵挡不住 因为有人设下计谋 陷害南方王 那些吃王善的必毁灭他 他的军队必被冲没 受重伤而倒闭的很多 至于那两个王 他们都存心不良 他们同桌吃饭 也彼此说谎 他们的阴谋却不成功 因为要到了指定的时候 结局才会来到 北方王必带着大批财物 返回自己的国土去 他的心既然反对圣约 必任意而行 然后返回自己的国土去 到了指定的时候 他必回来 再侵入南方的王国 不过这次的情况 却不像前一次 因为基提的战船 必来攻击他 他就丧胆而回 他又恼恨圣约 任意而行 他必回来 听取那些 背弃圣约的人的建议 他的军队必起来 亵渎圣殿 就是那堡垒 废除长献祭 又在殿里 设立了那 死地荒凉的 可赠的像 那些作恶 违背圣约的人 他必用奉承的话 败坏他们 但认识神的人民 必刚强行事 民中的智慧人 必使许多人 明白是非 但他们必有很多日子 倒在刀剑之下 或被火烧 或被掳去 或被抢掠 他们扑倒的时候 必得到一些援助 必有许多人 用奉承的话 要和他们联盟 智慧人中 有些扑倒的 为要锻炼他们 捷径他们 使他们成为雪白 直到末了 因为要到了 指定的时候 结局才会来到 那王必任意而行 自高自大 超过所有的神 又说一些怪诞的话 攻击万神之神 他必行事顺利 直到神的愤怒完毕 因为所定的事 必会实现 他必不尊重 他列祖所败的神 也不尊重妇女 所爱慕的神 无论什么神 他都不尊重 因为他必自大 高过一切 他倒要敬拜堡垒的神 用金银宝石 和各样珍宝 去敬拜他 列祖所不认识的神 他必得着外祖神的帮助 攻破坚固的堡垒 凡承认他的 他必使他们大得尊荣 又使他们管辖许多人 并且把土地 分给他们做赏赐 到了末期 南方王要和他交战 北方王必带着战车 寄兵和大批战船 像暴风一般来到他那里 他必侵入列国 如洪水泛滥 横扫而过 他也必侵入那荣美之地 必有许多国倾覆 但那些以东人 摩押人 和亚门人的首领 必被拯救脱离他的手 他必伸手攻击列国 埃及地也不能逃脱 他必掌管埃及的金银宝藏 和一切珍宝 吕比亚人和古石人 都必追随他 但从东方和北方 必有消息传来 使他惊慌 他就在列怒之下出兵 要把许多人杀尽灭绝 他必在海和荣美的圣山之间 直达如宫殿一般的帐幕 然而 他们的结局来到 没有人能帮助他 但以礼书第十二章 那时保护你同胞的 伟大护卫天使 米加勒必站起来 并且必有患难的时期 是立国以来 直到那时未曾有过的 那时你的同胞中 名字记录在册上的 都必得拯救 必有许多睡在尘土中的人 有的要得永生 有的要受羞辱 永远被憎恶 那些使人有智慧的必发光 好像天上的光体 那些使许多人 皈依的必发光 如同星星 直到永永远远 但以礼啊 你要隐藏这些话 把这书密封直到末期 必有许多人来往奔跑 知识增多 我但以礼观看 看见另有两个天使 一个站在河岸的这边 一个站在河岸的那边 有一个问那身穿细麻衣 站在河水以上的人说 这些奇异的事的结局 几时才到呢 我听见那身穿细麻衣 站在河水以上的人 向天举起左右手 指着活到永远的主启事说 要经过一载 二载 半载 在他们完全粉碎 圣民的事例的时候 这一切事就都要完成 我听见却不明白 我就问 我主啊 这些事的结局是怎样呢 他回答 但以礼啊 你只管去吧 因为这些话已经隐藏密封 直到末期 许多人必洁净自己 使自己洁白 并且被熬炼 可是恶人仍然作恶 所有恶人都不明白 只有那些使人有智慧的才能明白 从废除长献祭 并设立那始地荒凉的可赠的像的时候起 必有一千二百九十天 等候到一千三百三十五日的 那人是有福的 你应去等待结局 你必安歇 到了末日 你必起来 承受你的份 我们下期待 再见 我们下期待